桃圆市归山发生了沙石场侧墙坍塌的意外 经过的竞争车驾驶惨遭活埋身亡 目前沙石场的流姓厂长是一业务过失致死罪送办 因为有劝重之余申请了积压 那么良性登记负责人迅后则是以10万元交保 但是现在还查出了这间沙石场其实不是第一次犯法 它过去就曾经因为违反了水土保持法 还有废弃物清理法的问题有过12次的开罚记录 立委就质疑了这间沙石场前科累累 这么多问题占用国有地 桃圆市政府怎么还放人不管 今日谁拍下计程车行进沙石工厂外 沙石却冲破铁皮 一瞬间掩埋整辆车驾驶当场身亡 这画面看在家属眼中只有满满的痛 现在更发现上根沙石场过去就因为违反水土保持法 被开罚14次 未经过申请扩建厂区也被开罚12次 早就前科累累 桃圆市政府却没有积极处理 时代力量力为陈娇华痛批 沙石场早就应该全面停工 铁皮 锦铃 锦铃马路 大家根本都不知道 这个里面竟然是沙石 违法使用土地是山坡保育地 中央地方主管机关 都没有去要求停工 立委表示上个月曾经接获陈勤 桃圆市内有11家业者 违法扩建占用国有地 而陈恩沙石场就是其中之一 更怀疑这一次发生事故 就是因为业者超收沙石 而主管机关桃圆市政府表示 接下来会持续稽查 然而等到出了人命才开始亡羊补牢 家属怎能接受 不排除将申请国陪 而目前沙石场的良性登记负责人 讯后以十万元交保 刘姓厂长则依业务过失致死罪 申请羁押 这起意外也让人证实 沙石业者常言违法相关单位早该负责管理 华智新闻无群原装 一节将预文台北桃圆 综合报道